北京开始架隔离板锁上社区大门宣告北京开始封控 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委员会不再只是张贴告示 要求民众非必要不出社区 而是直接封控管制快递送餐送水以外 所有外人进入社区 北京民众连夜囤积桶装饮用水 抢购蔬菜等民生物资 北京市疫情新增病例数 持续高位增长 北京几个社区居民才发起连书倡议书 支持确诊者居民自愿选择在家隔离 反对强制隔离的方式 社区最终还是进入封控 在北京的台湾人临时决定提前回台避开封控 顺便过早年 重庆这名男子被称为超人哥 不满社区封锁 在社区门口对警察降下向邻居们喊话 他表示政府如果认错就必须有人负责 所以中国政府不会认错 不自留 无尼死 超人哥喊着不自由 无尼死获得邻居响应 结果警方事后动手 锁喉要拖走他 最后邻居群起救援意识 从警察手中将超人哥救走 但是各地防疫乱象似乎快成中国常态 佛山推起抢核酸检验 演变成踩踏 广东为了征递 盖方舱要民众紧急遷坟 广州持续爆发反抗疫抗争 官方证实到现在已经查处148起 新新闻彭信林诺报道 本集完